中國媒體報道在兩邊 宣布要加薪水之後 富士康是現在準備 要將沉醇的工廠跟他整理 包括各個來流的田丁跟武漢 鋒海集團發言林表示 鋒海早就開始向中國西部在報告 在沉醇差不多四十萬元港 也可能大部分的刷照 對著這種的工廠 富士康武公司鋒海集團發言人 營養雖然不正式 但是標示富士康有一個配合 客戶跟這個工延連的條件 之前已經開始刷用來的擴典 這個措施一直在做 原本的沉醇農華秋 發展變成各副加價值三額 所改元港各彼頭的問題 另外國台瓣地北仔記者會說到 中國東京真正是富士康元港的問題 台主企業順利形式的變化 條件發展的切掉當時 中國政府也研究政策來幫助台雄 民族中國所引起的這部 加薪水豐條台雄在中國經營成本 一定會增加 建設部的道主主建議 不讓科路到一年去 人港的成本格也充滿的田園主義 國民族共濟來致的組團到印尼 口測讓台雄在中國之外 有經過好的道主選項 記者綜合報道 我們到達到一年去考慮的 接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